自己投资了20年 什么分析工具都几乎听过用过 什么RSI背词 烈口一定老 死亡交叉又不交叉 浪败过我今次和青春 最后发现统计是最实际 我以backtesting 工具 一起揭开一些假分析的面具 不要再走我走过冤枉路了 大家好 又来到我们街头智慧 今天跟大家讲一个很理奇的题 就是这10年20年来 个个都讲的问题 香港跟不跟美股呢 而美股跟不跟上证呢 上证又跟不跟美股呢 什么时候跟 什么时候不跟呢 这个迷呢 一定要解开的 我记得200几年的时候 即是200几年的时候 回到香港 其实说到好像非常跟的 另外电视节目 电台一定一开始就报告 昨晚的什么 昨晚的美国的预托证券 这个就是我们每天会谈的话题 然后香港就立刻上去的 这些现象呢 恒生指数也有很多的 gap up,gap down 因为一颗星星满天星 完全都没有一枝大羊竹 大阴竹这样转世的 所以市场是极度的波幅 但起码有路股 今天是不是不跟呢 有人说完全不跟的 是不是呢 有人说 还很跟 那为什么又会没有了 ADR的预托证券的消息呢 为什么少点会提呢 也有提 究竟事实如何呢 和大家讲 简单来讲 用回相关的数 但是中间会和大家有 深入的breakdown 好好听一听 首先 如果还没加入频道的话 希望大家在YouTube channel 按这个订阅和按这个铃铛 我们有影片就告诉你 因为YouTube里面 会多些其他的生活的影片 生意的影片 房地产影片 大家多多留意了 那文字版也都会在投资的方面 就会在Facebook才有的 如果只是投资方面的文字和片呢 因为Archive所有的历史呢 就在我们的APP呢 我们的早个层 希望大家可以下载了 那最后呢 大家如果真是想知道 我们Research的Angle 中间那个的投资的公式呢 希望大家可以来到 我们基本上那个的 免费的市场分享会啦 下面的铃铛永远都是有 来到这个最新的 那还有呢 就是这个茶序啦 那也都会是可以来到 做一个听这个讲座 每次每两个月 都在旺角有千万人来的 希望大家可以在线下见到大家啦 那首先呢 我们去做一个调查先 那有没有关系呢 那就是跟商关系数啦 那用了过往20年不同的时段 做了一个商关系数是以天计的 因为呢 你不会说上个星期美股怎么有反应 下个星期港股才有反应的嘛 通常都要以天的嘛 所以这个make sense 我们主角就放了美国的标普500啦 S&P500啦 和这个其实恒生指数 和这个常证指数三个指数的 我们做了整个20年的统计啦 又做过97-11年啦 因为刚刚是上次的熊市啦 2002年到206年 那个5年啦 07-11啦 然后呢 12年至到今天的 那就是2017年的 那中间的关系怎样呢 好了 你可以看一看图中呢 其实中间的不同关系 你见到啦 原来恒生指数呢 和这个的美国呢 是越来越相关的 越来越相关的 那但是啦 整体的相关性呢 只有0.18 就是在数据上呢就告诉你 有关系 完全不密切的那样解 那上证指数呢 20年关系怎样呢 0.03 撞鬼 你直接无关系 那可能呢 你见到17年是最恐怖的 97年 97年至到01年是最恐怖的 直接有负关系 不过都是0.06 所以你见到 喂 好奇怪哦 真的是这样的事实呢 喏 大家要知道一件事呢 我们不是说 以同一日的收市 是说 今天香港呢 是抄回昨天美股收市的嘛 所以我将所有数据的统计上 应该落背后 T加1 就是落背后一天 去将两个 Cross这样做 今天和昨天做 呃 后日和明天做 这样的数据呢 就可能不理解 明白吗 所以我试着做个统计 立刻的数 如果对的话呢 相关性的数 相关性的数 会上去 那这个了 立刻见到相关的数呢 恒生指数由0.2几 去0.311 在统计上呢 变成了中度的关系的了 在上证指数是0.088 虽然低 都是好了的 正确实是说 就是你不可以不去忽略到 起码你今天呢 是一定受着 昨天美股收市的影响的 明明 OK了 那大家呢 也都会看到了 相关性呢 也都是 反而 我们见到相关性呢 其实是越来越低的 香港和美国的关系 0.3 0.31 0.33 0.28 尤其是这5年呢 去到是 比较有明显的 Dramatic 一个改变 相关的数 低了一点 所以大家见到 可能这个就是个现象 大家见到 为什么不跟呢 那这个就是我们要研究了 那 还没完 我们还要继续拆解 那 你见到呢 恒生指数 开市的时候呢 是受着其他指数影响的 包括 上正指数 台湾 马来西亚 日本 澳洲 跟着去到欧洲 开市 德国 英国 这样去影响的 虽然中间也都不公平 为什么要将呢 12点之后到收市的 影响下去 美股 美股 即是算在头上呢 所以呢 我们直接抽 开盘的时段 开盘的时段呢 和昨晚美股比较了 是不是 是不是 看看 看看新鲜感 准备了 一开 立刻 相关性呢 砰到0.41 所以大家留意清楚 那个事实呢 如果你不是看全日 OK 你如果看全日呢 可能一般的 如果你看同日呢 更加差 但是你是看一开市时间 跟不跟昨晚美股呢 原来呢 是0.41 是几关事的 因为你说中长期的 石油和黄金 石油黄金和美金 都没有这么强的关系 那上正指数呢 有0.149 那就是去到呢 基本上是大关系的 那你见到 如果用正是开市时间的话 去到跟昨晚美股比较呢 大家见到 02年至11年呢 那相关性是最受影响的 那当然呢 最近这五年呢 是跌得挺厉害的 上正指数呢 恒生指数呢 去到0.35 但是相关性也是挺高的 那就是呢 头十分钟的 或者头十五分钟的时候呢 影响 美股影响呢 是非常之厉害的 是最近美股影响的 那上正指数呢 就很明显 这五年呢 是自己教自己的 0.31 100插 插到0.09 那当然了 可能0.31的时候呢 就是受着美国的次岸问题 又受着美国QA问题 然后间接地被动地 中国要4万亿方案 全部都好像跟美国似 可能是这样的 还有为什么恒生指数有这个变化呢 因为打从这个的06年开始 那我们见到的抽身股的现象呢 很多引入在中国的股票来到这些上市 看到恒生指数的时候呢 直接去到 08-09-11 10年代的时候呢 基本上我们见到 就是蓝筹里面的成分股呢 越来越多H股 从三十几四十几% 到今天五十几%的了 所以大家见到呢 它和上证相关的数量可能都强的 基本上呢 我们呢 又厉害了 多了一件事呢 纳入我们真实那个组合的策略里面 所以呢 我们会好好运用这件事的 那你呢 你会不会用这个策略在你身里面呢 还有我们可不可以再breakdown多些少呢 那接下来我都说了 如果做了这个research 不如做第二集啦 那么第二集呢 就可能说 喂 其实呢 每个国家 例如十个国家 开市的时候呢 有哪些国家是互相影响着 譬如呢 德国开市的时候呢 英国都在开市 台湾开市的时候呢 会给恒生指数啊 上证影响 那又有做过这样的相关的数量 非常之大的 这里拍一两集都可以的 又或者只是香港来讲呢 喂 它9-10点给什么影响 中五日给什么影响 三点之前是给上证和什么影响 和台湾 那么三点四点给德国和欧洲影响 那么将关系数是怎样 最近的五年是怎样 十年是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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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有四五个variable 是吧 那么我们可以做些事情 但是大家会不会觉得太深 如果不会呢 留下留留言 那我们呢 就会做下一集这样的事情了 那么小草处服从多数啊 那么你说 还有其他topic 我们愿意呢 去听大家的意见 因为呢 我们都很八卦 想知道呢 外面research是关于外面呢 好像整个宇宙那样 research和研究是关于呢 原先外面没有的东西 你弄个假设 做个connection 和一些现实 和呢 可以execute的东西 这个呢 才叫research 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channel 这个节目 特别的playlist呢 继续支持了 那么记住呢 给个like和share我 立刻就按好不好 将那些影片呢 可以帮忙viral多一点点 给其他人看到 或者share给朋友看到的 那么记住了 投资不是大家的专利 下次见 拜拜